我们设计完这个界面之后呢 下一步就是怎么样 要能够启动 接下来呢 比如说我今天 我希望很简单 按下它之后可以跳出来 第一个需求 第二个需求可能就是说 当我启动这个ESEL 自动就怎么样呢 把表单跳出来 那更方便 那不过不一样的需求 会有不一样的做法 第一步我要怎么做 首先要按下去之后都要跳出来 其实也非常简单 我们把这个地方看 第一步等一下请各位 第一步先 我们做按钮之后 你们等一下有时间 就上面这个栏位名称 不一样 所以请你把它改成这边的名 然后好像是 跟这边除了哪一个不一样 除了这个借款 借款年利率 然后借款年限 每月的缴款金额 跟利息差额金额 所以其实好像只有一个 这个其数没有 其他就跟这个差不多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把这个上面名称改一下 然后或者是我好像云端上面也有 有这个画面给各位参考 那将来就是说我们按一下这个 就可以怎么样呢 其实就是照这个啦 照这个上面的名称好了 上面有五个栏位 你就五个栏位把它填上去 那将来我要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借个500万 OK然后利息的话2%20年 按下开始计算就是计算出来之后 并且把这一笔资料放过来